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 今天是美东时间3月10号星期天 一起来看一组最新消息 中共外长王毅日前在记者会上把矛头指向美国 嚣张地发出四个质问 没想到被美国前国务院首席中国顾问余茂春 3月9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毫不客气地一一驳斥 把中共批得体无完肤 3月7号 王毅在中共人大二次会议以外交为主题的记者会上 在回答彭博社记者有关中美关系问题时发出四问 把矛盾归到美国身上 9号 余茂春在X平台上发帖逐条反驳 王毅的第一问是 美国如果总是说一套做一套 大国的信誉何在 余茂春回应 因为美国的那一套是国际准则 中共的那一套是一厢情愿 中共的信誉早已丢尽 国际上孤家寡人 成为风险之地 战乱之源 国内则早已人人私润 万众躺平 信誉与贵国无缘接轨 王毅接着发难 美国如果一听到中国这两个字就紧张焦虑 大国的自信何在 余茂春的回答是 美国中国人民及全世界听到中国两个字很欣慰 但听到中共两个字很紧张焦虑 因为中共是自由的敌人 余茂春还反问 为什么中共一听到代表自由民主的美国两个字就紧张焦虑 伟光正的贵党的自信何在 王毅还质问 美国如果只让自己保持繁荣 不允许别国正当发展 国际公理何在 余茂春反驳说 因为中共的发展不正当 与国际公理相悖 王毅最后问道 美国如果执意垄断价值链高端 只让中共停留在低端 公平竞争何在 余茂春驳持道 因为中共利用国际公平竞争的机制 破坏公平竞争原则 危及全球自由贸易系统 不仅美国警惕 全球市场经济体制 都在积极阻止中共反市场的行为和政策 围观的网友都拍手称快 有人说 其实每次听到中共外交部的发言 都笑得不行 表面上是骂别人 细细一品 全是骂自己 中共只有靠无诚信的欺骗世界 自由民主国家淘汰他才是正道 有人说 没听人家叫王毅是王公公吗 他只是个传声筒而已 还有网友希望能看到余茂春和王毅有机会面对面 看一看王毅被驳得体无完肤 气急败坏 一句话答不上来的样子 另外 在中共两会讨论虚假的GDP增长数字的时候 拜登隔空给中共拆台 指出中共并没有再崛起 公开否定了东升西降 他还亮出美国对抗中共的业绩 包括美中贸易逆差新低 维护台海和平 组建维共联盟和科技制裁等 并断言会赢得美中竞争 视频人士杨维认为 随着美国总统竞选活动白热化 如何对抗中共将成为公开辩论的项目之一 中共难堪的日子才刚刚开始 中共两会在北京召开期间 意外事件频发 除了有被民间称赞为勇士的男子驾车直闯中南海之外 记者会也突发意外 一名女子突然冲向中共记者会的主席台 吓得当局人员急忙拦截 据公开消息 3月6号中共两会经济主题记者会 当天出席的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席郑山杰 财政部部长蓝佛安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工胜等 就发展改革 财政预算 商务 金融证券等相关问题 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现场直播过程中 一位坐在第一排的穿灰色衣服的女子突然冲向主席台 随机被他周围的人拦下 随后画面被切换 目前回放视频中 这个片段已经被删去 事件引起网民的热烈讨论 有人说 按理来说 第一排都是很信任的党媒的工作人员或者记者吧 这是怎么了 也有人观察到 下面那些人的第一反应很异常 正常人这时候不应该是站着不动 放下手里的事情 看看到底出什么事了吗 怎么那么多便服的人向前冲 有人提醒 原来会场全都是便衣 前边的都是便衣和工作人员冒充的记者 网友说 今年的两会各种事件频发 看来有好多人不满 学总理记者会的样子吧 以后这样的记者会也别开了 还有人推测 以后大家都活不下去了的时候 估计类似的状况会越来越多 继日前江苏张家港政府被炸后 3月9号凌晨 河南郑州奥体中心附近 一群电动摩托车在街头挑信警车 同一天下午 山东临沪 交警在查网约车时 一辆白色轿车突然碾压交警逃跑 日前 网川江苏一个企业主 用煤气灌炸了张家港市政府 对此 社交媒体平台X上一些网民纷纷拍手表示 这次炸对了 冤有头债有主 出门左拐市政府 别再报复社会了 在红海地区嚣张攻击商船的野门胡塞武装日前再次遭到美国 英国和法国的联手打击 三国联军本周六在红海击落了至少28架胡塞无人机 在首次造成商船船员遇袭身亡的案例后 胡塞武装近期又袭击了航行鸿海的新加坡货轮推进财富号和美军驱逐舰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周六的电视讲话中说 他们用37架无人机瞄准推进财富号货船 以及在鸿海和亚丁湾的多艘美国驱逐舰 美国中央司令部3月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 胡塞武装和伊朗勾结发动袭击 周六凌晨4点到6点半期间 美国军队和联军在红海上空击落了至少28架无人驾驶飞行器 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说 没有美国或联军的海军舰艇在袭击中受损 也没有商船受损的报告 法国军方也声明 一艘法国军舰和战斗机击落了4架战斗无人机 这些无人机正向这个地区属于欧洲阿斯皮德任务的海军舰艇发动袭击 声明说 这个防御行动可以直接保护挂有巴巴多斯国旗的真正信心号货船 这艘船于3月6号被击中并被拖走 以及保护在这个地区过境的其他商船 法国在鸿海地区部署一艘军舰 在吉布提和阿联酋的基地也有战机 英国国防大臣沙普斯也在X平台上表示 昨天晚上英国海军李士满号使用海陵主导弹击落了两架攻击无人机 成功击退伊朗之士的胡塞武装的另一次非法袭击 他说 英国和我们的盟友将继续采取必要行动 拯救生命并保护航行自由 英国海市贸易营部证实 悬挂新加坡国旗的推进财富号货船曾经遭到潜在袭击 目前船上所有船员都很安全 正在前往下一个停靠港 美军中央司令部和联军确定 胡塞武装的这些无人机对鸿海地区的商船 美国海军和联军舰艇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 有鉴于印太地区的重要性不断增加 而且在中共和朝鲜的军事扩张下 区域和平与稳定受到重大威胁 美日双方已经展开协调行动 未来美军第七舰队归下的舰艇 渴望免于远渡重洋返回美国本土 而是在日本进行大修 将有助于提升美军在印太地区的贺阻力 据共同社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4月份将前往华府进行访问 届时预计将和拜登针对美军舰艇 在日本进行大修维护一事 展开进一步对华沟通 希望能借此提升驻日美军的作业效率 报道说 驻日美军舰艇过往美逢大修期间 都必须返回美国本土进行相关维护任务 往往造成站立空窗 影响美军兵力调度的弹性 如果未来可以直接在日本进行大修 能够大幅减少美军舰艇返回本土所消耗的时间 人力以及燃料等成本 除了可以提升美日作战单位联合演训的时数 更有助于强化美日军工产业链的整合 根据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资料 目前舰队司令部设在日本横须赫 是美国海军最大规模的前进部署单位 随时维持50到70艘水面舰和潜艇 150架各式航空器 以及超过2.7万海军和陆战队官兵 执行战备任务 任务区域涵盖了东道印度 巴基斯坦边境 西至国际日界线 北达千岛群岛 南至南极洲的广大地带 总面积超过1.24亿平方公里 区域内包括了36个海洋国家 以及全球一半的人口数 并且和包括菲律宾 澳洲 韩国 日本 泰国 五个盟邦有共同防御条约 无疑是美军最重要的前进部署架构之一 俄罗斯领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亚美尼亚 近年同俄国的关系越加冷淡 转向亲西方 亚美尼亚外交部长米尔佐扬8号表示 亚美尼亚正在考虑申请加入欧洲联盟 米尔佐扬在土耳其媒体访问中 表达亚美尼亚正在寻求与西方 更加紧密的关系 他说 现在在亚美尼亚正在广泛讨论很多新机会 如果我说这当中包括成为欧盟的议员 也不会是秘密 政客网站9号报道 米尔佐扬的这段谈话 实至亚美尼亚媒体报道 总理帕西扬计划在2024年底 启动申请加入欧盟的程序 帕西扬2018年在一场反政府示威后上台 任内加强与欧美国家的关系 尤其是在俄乌战争后 亚美尼亚多次表示 与俄国的联盟关系并不延伸到俄乌战争 帕西扬也指控俄国寻求削弱它的政府 2020年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为了两国争议的纳卡地区 再起战火后 与俄国的关系更是渐行渐远 指控俄国没有协助亚美尼亚抵御速敌阿塞拜疆 帕西扬二月底才表示 亚美尼亚已经暂停参与吉安组织 扬言要正式退出 他说 冻结和吉安组织的关系 意味着亚美尼亚没有常驻这个组织的代表 并且不参与高阶和最高层级活动 他指控吉安组织的成员并没有履行条约义务 一直对纳卡地区冲突采取不干预的立场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每日头条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赞订阅 也请转发给更多的朋友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感谢您的节目